是年寿 然后它的主身体是用一个大的松果做着 然后它的脚啊 四肢 这上面用那个松果的一个里面的一半一半的 然后选了一个小葫芦做它的鼻子 会这样显得萌萌的 把真果这两半分开嘛 这个变成它的鼻孔 这里一大胡须用了花生壳 祝大家新年快乐 眼前这位拿着自制年寿 向大家拜年的 正是来自浙江温岭的美术辅导老师袁多多 走进她的这家工作室 记者立刻就被摆放整齐的各式手工艺品吸引了 各种艺术作品不仅造型奇特 仔细观察更会发现 所用材料更是生活中随处可见 贝壳 坚果壳 塑料 树叶 树枝等 看似无用的废弃物品 通过袁老师的一双巧手 红获新生 我自己为什么用综合材料的原因就是 它好找 而且真的比较环保 我们有时候是要做什么东西 真的去特意跑去买过来 会让我比较崩溃 一定要找这个颜色 一定要找这个材质 一是它环保又比较节省 二是让孩子在这个造型上面去激发它的创意会更有意思一点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通过综合材料制作手工的理念 不仅在袁老师的创作中得到体现 他更希望能通过这些具体可感的身边事物 激发右端孩子对于美术 对于生活的兴趣 我觉得画画孩子那时候笔还都不怎么会拿 那后期的时候我就觉得 孩子应该多动手能力啊 黏土啊 在后期的时候 在不断地摸索课程当中的时候 就觉得 其实那种拼搭结构啊 有结构性的 更能启发右端孩子 因为他能看到一个立体的东西 马上能做出一个东西在他眼前 你从楼梯一直路上来 所有的东西 但凡挂在墙上的 都是我们用手做出来的 给孩子的一点就是 他所看到的东西 都是能创造出来的 孩子能借行想象就更容易一点 顺其自然的表达 是我们最终的教育目的 顺植兔年新春 袁老师也以此为主题 创作了兔子形象的作品 葫芦兔 只见袁老师把各种大小的葫芦 切割成两半 分别做成眼睛 耳朵 嘴巴 腮帮子等部位 又把一大一小 两个完整的葫芦拼贴其中 组成鼻子和身体 最后用黏土做成眼珠 各个部位通过交香黏合 一只小兔子就做成了 你看我用纸的 黏土的 然后那种葫芦的 各种的去做 做了一些跟兔年有关的 就是希望兔年 今年兔年会给我们带来 不一样的惊喜 这些我的孩子 来到这里的时候 都能有他属于自己的一段美好回忆 这些小兔子就做成了一段美好回忆 这些小兔子就做成了一段美好回忆 这些小兔子就做成了一段美好回忆